8月15号的时候 是日本战败78周年纪念日 在回顾过去反省的基础上 日本这个天皇其实有说 希望不要发生再次的这些问题等等 但是岸田文雄根本重要 他都没有提及亚洲诸国的加害的责任 另外还看到日本的经济安保大臣高士早苗 他也去祭拜了靖国神社 对此中国大陆有最新说法 我们先来听听看中国大陆的说法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 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 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 日本正要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 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 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肃交涉 表明严正立场 我要强调的是 切实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是战后日本得以同亚洲邻国 恢复发展正常关系的必要前提 中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避免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好 赖老师您怎么看 说实在话这是日本军国主义 对于整个亚洲人的一种屠杀伤害 在整个亚洲人中中国受伤最深 受害最重 而且呢 有一些惨绝人寰的所有的动作 日本人在只要是人都不敢做的事 日本人都做了 所以我可以把它说是禽兽不辱 胜于禽兽 这样的一个日本的民族 日本的这个民族 我们无法想象人类间会有如此的邪恶 如此的残忍 如此的霸道 然后如此的不像人的这样的一个魔鬼 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化身 不管是731部队的深化 不管是南京的大屠杀 不管是他这个统治区占领区里面 对于这个他治理控制区的这些老百姓的这种迫害 你无法理解 只要是正常的人 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样的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发动了战争 这个民族在战后 他们对于自己的过去的历史 从来没有痛下决心的反省 他们不断的只会在凸显 凸显凸显 说两颗原子弹炸了日本人 每天哭天喊地 说两颗原子弹炸了日本人 可是他们视若无睹 对整个亚洲人上千万人的屠杀 完全视若无睹 这个就是日本人 坦白说我对于日本的这种行径 我是深恶痛绝 那这个可悲的 可恨的这个民族到今天为止 还有这些右翼政客 还对于他的先辈 他的先祖的这种惨绝人寰的 这种犯有战争罪的这些战犯 还敢去祭拜 可恶自己 坦白说 这个叫做可恶自己 日本人越是这样做 我觉得中国人越是不要忘记 日本人曾经对于中国人 怎么样的加害 国仇加恨 这个是永远不能够忘记 对永远不能忘记 但是呢 其实不只是 这个中国大陆那边的人有受害 中国人受害 还有包括什么 韩国也有受害 还有包括我们台湾人也有受害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是现在怎么呢 尤其是8月18号 美国就希望日韩变成同盟国 美日韩峰会 然后什么应对中国大陆跟北韩等等的 然后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一体化 但现在要把日韩也都在了一起 变成准同盟国 然后还没说 这个尹席月父亲去世 但是尹席月还是计划 如期去参加峰会 然后呢 尹席月在光复节78周年纪念仪式 就是呢 我们刚才讲的 日本战败78周年 他们叫光复节的仪式 他竟然说 现在日本是我们合作伙伴 在韩国也是大兆国 父亲过世了 那么应该要哀悼 应该要好好的 陪父亲的最后一段 但是以一个尹席月来说的话 能够去美国总统度假的地方 这多荣耀啊 这个当然这个机会是不能放弃的 因为他太太太喜欢 因为美国的 韩国的总统就一任就五年嘛 那这五年内他想去逛片 这些度假区啦 白宫啦 大卫营耶 这多少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对 都想得不得了啊 shopping啦 雪拼啦 这些 他当然是 每一个机会他都不会忘国 因为五年后他就下台一鞠躬 他太太如果要去白宫公司买东西 那就要排队了嘛 也没有那么多人清空招待他 现在他可以被清空招待 那这种当然要拼了命去抓这个机会嘛 不过我在这边奉劝韩国人 你不要忘了你的土地在哪里 你是在朝鲜半岛 对啊 你在朝鲜半岛 你的北部就是朝鲜 你的东部是俄罗斯 你的西部是中国 被夹击 你事实上是在这样的一个 狭长的一个地方 那么偏安于一遇 你今天被美国人这样利用 因为美国人原本跟你 那美国人再往后退 只能退到釜山 美国人跟日本 美国人往后退 就退到夏威夷阿拉斯加 那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人把你跟日本人拉在一起 组成为一个所谓的军事联盟 这样的情形 日本跟韩国就被美国推到第一线 美国人就彻彻底底的可以退到第二线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美日韩联军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战场一定是在韩国本土 一定是在日本本土 而美国的本土却可以 平安了 平安 安全无虑 所以日本人 韩国人 因为几千万的韩国人 上亿的日本人 那一旦介入了跟中国 跟俄罗斯 跟朝鲜的战争 你们就是战场 美国人躲得远远的 让你们去打 打得筋疲力尽以后 美国人再来收拾战果 其实这个就是美国人的阳谋 他的谋略摆得那么的明显 但是由于日本人跟韩国人太宠美了 宠美宠到自己 要把自己的人民的这种生命财产 定于危险之地 那我们也只能尊重了 也就是说 日本跟韩国敢去挑衅朝鲜的话 朝鲜将不惜一切代价 会使用核武 去把日本跟韩国移为平地 如果他敢去攻击 挑衅俄罗斯的话 俄罗斯也不会客气 如果去攻击我们中国大陆的话 那薪酬加旧恨 那一切都不会再客气了 我觉得日本人 韩国人要把自己 放在美国人的前面 去保卫美国人的安全 然后让自己的百姓 那么深理思索 流离思索 我觉得那是日本的政客 跟韩国政客的可悲 对啊 其实美国想怎么样了 把日本和韩国推到了第一线 比如说在韩国装萨德 但是担心中国大陆高超音速导弹 去飞到了美国的本土 所以萨德装了一套两套等等的 都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 而不见得都是为了韩国的利益 另外再来看到韩国现在 因为跟美国搞得很近 那现在底气觉得很足吗 比如说韩美竟然公布 韩国竟然公布了 KF-21的战机 说用以超音速反舰导弹 集成054护卫舰 052D驱逐舰 还有辽宁舰跟山东舰 还嘲讽说中国海军 你们还好吗 然后甚至他也说 他们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KF-21在气动布局上 跟美国F-2是非常的相似 采用S型的进气道 复合材料 冷型的截面机的设计 等等的 但是都被说 你其实他的很多指标 根本都没有超越 法国的飙风战机 跟欧洲的台风战机 你还好一说 自己是五代隐形机 那不过他说他很厉害 一架的KF-21 可能可以打十架的歼20 好棒棒 这个韩国真的是好棒棒 就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伟大的思想家 伟大的 我们的这个节日 都是韩国人的 好棒棒 你们韩国人实在是 人类间最棒棒的 你们有人类间宇宙 超级无敌的战机 你们真的是宇宙中的 国中之国 真的是我们对于韩国人 我们只能肃然起敬 真的是好棒棒 不过他的飞机在哪里 在动画中 CG 对 是动画的 因为那个飞机还没有出来 那个飞机还没有实体化 那个飞机还没有试飞 那个飞机还没有 这个被编队被量产都还没有 但他说可以打歼20 可以打航母 因为那是在韩国的动画中 OK 想象的 也就是说韩国用数位动画 然后呢 哇 他的飞机1比10 打败中国的歼20 好棒棒 但是大家问说 那这个这么了不起的 KF21在哪里呢 动画里面 数位 因为它是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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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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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组成的 因为它是在虚拟的动画中 满足了韩国人的这种优越感 满足了韩国人的这种 其实是自卑感 为什么呢 因為韓國人一看 我們高鐵做不出來 那本來就有日本人做得出來 當然最早是德國 法國人 那後來日本人 那我們韓國人高鐵做不出來 現在中國的高鐵 不但做出來的 還比日本人還厲害 還輸出了 對 然後日本人本來想做 這個大客機 結果搞了十幾年 做不出來 花了不知道幾千億 結果搭水漂 那我們韓國人也做不出來 結果中國的C919 已經第二架開始在商業運轉了 我們韓國本來造船 造船打敗了台灣 不得了 原來台灣旺旺叫 我們現在後來韓國打敗了台灣 我們不得了 然後結果現在 韓國的造船工業 被中國大陸打了七零八路 而且連韓國唯一還領先LNG 中國一口氣拿下法國的 12船的訂單 眼看著韓國將會淪陷 所有的造船業 全部都玩輸中國大陸 郵輪 日本人也想努力造 造不出來 韓國人也想努力造 造不出來 中國大陸成為全世界第四個 能夠造出郵輪的這個國家 然後再來看看 我們韓國引以為傲的 這個半導體 我們只輸台積電了 但是 對不起啊 你成熟製程的半導體 也被中國大陸徹底打敗 然後呢 那所以你三星在中國賠了不少錢 結果呢 你的那個益金板呢 也輸了 那個太厲害了 面板呢 也輸了 差不多第一名了 然後你幾乎 那你的現代汽車呢 也輸了 你電動汽車呢 也輸了 那我韓國到底還有什麼 贏你們呢 我知道 改臉 所以他們的總統夫人 是最好的樣板 對 我可以改臉 可以吧 我改臉的技術 棒棒吧 好 那您就繼續維持改臉的技術 棒棒好了 但是我戰鬥機 因為中國大陸放出一個影片 讓美國人都灰頭土臉 就是殲20兩架 把F-35夾住 我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美國的這個F-35 不是隱形戰機嗎 那怎麼中國可以看得見呢 不但看得見 還要幫你夾住呢 然後美國後來 這個F-35戰機夾在尾巴 跑掉了 跑掉以後美國人真的是很難看 然後後來就炮製一個謠言 說這個中國的殲20 被F-35驅趕 結果剛好相反 原來網路上的謠言 講得剛好是一個相反 也就是F-35被兩架 這個殲20發現 夾住 跑掉了 就完全相反 那韓國人怎麼辦呢 一切都輸了 好 我在虛擬世界裡面贏你 OK 我用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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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贏你 那就搞了一個虛擬的動畫版 我贏你了吧 哈哈 我韓國宇宙之國啊 我在動畫中 我贏你的殲20棒棒 對啊我們知道 韓國其實影視發展蠻強的 最近我在電影院看到他的片話說 韓國登月的這個電影即將要上映了 但我想說韓國真的有這個實力登月 不要登月啦 登火星嘛 OK 而且在火星已經建立一個 火星很難耶 在火星裡面 韓國已經在動畫中 在火星建立一個最龐大的殖民帝國 OK 叫做大韓民國火星地盤 OK 好啦那不管怎麼樣是說 這個呢是電影當中虛幻的啦 那跟現實不太一樣 尤其我們來看到說 賴老師剛才特別講到造船 中國大陸其實呢 超越了希臘 成為世界的第一大的傳統國 這什麼樣的意義嗎 當然是這樣子喔 不過這個部分裡面 大陸還要再努力 因為還不夠 原本希臘他就有非常好的一個 傳統的這個航海的經驗 您還記不記得 古代的愛情海 就是我們講的貿易季節風 其實貿易季節風就是講 希臘當初 一個這麼小的國家 而且土地不是很肥沃 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大國 透過貿易 透過貿易線 就是季節風 所以希臘有豐富的航海的經驗 跟經營貿易的經驗 後來希臘的船大亨 所建立起來的船隊 在全世界一直排名第一 而且一直遙遙領先 那海洋大國之一的日本 一直想要把要追 也追不上 英國也追不上 美國也是追不上 那韓國那也不在話下 都追不上 台灣也很努力 也都追不上 結果現在被中國大陸追上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船的總頓位 中國大陸就在今年的時候 贏了希臘百分之多少呢 0.1 差一點點而已 所以它要夾帶 所以中國大陸就是說 今年超越了 在船的總頓位 中國大陸0.1超越這個希臘 但是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中國 因為中國是一個大眾物資進口大國 工業生產輸出大國 所以很明顯的中國大陸的領先 而且中國大陸也是造船大國 那因此不管在二手船 還有就是新造的船 那中國大陸在這個部分裡面 一旦超越了希臘以後 那個差距就會慢慢擴大了 這是一個 但是我為什麼會說不能夠太次大 還需要努力 因為載貨的總頓量 希臘目前還贏過中國大陸 還有就是郵輪跟LNG船的總頓位 那希臘還是贏過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要超過他們 都要樣樣領先的 還需要努力LNG 還有郵輪裝石油的郵輪 還有總頓位這個部分 超越的話才能夠真正第一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10月20號